我是正经上过班的 很多朋友知道 我之前做过程序员 什么意思 打正经上过班 我们没正经上过班似的 我们都是职业盲流 跟土雷老师聊天真是困难 需要非常严谨 需要非常严谨 我为什么要说正经上过班 就是原来我做程序员 是在一个外企 因为是我第一份工作 后来我到了一个 大家都知道非常不正经的公司 主要是领导不太正经 我跟庞博 我们俩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的老婆在职场当中 无论遇上任何事情 你觉得我们男人最多能做什么 我觉得最多其实是能做很多的 就是你可以像他 你看你就这么老实 这么难的问题 让土雷老师先给你打个样 还是首尔是真朋友 土雷老师 我们就认真回答一下 我是真的在想 就是真的能做很多 你就像亮亮的老公一样 比如说接她去 在很重要的场合 你可以接她送她 其实因为刚出来的这一下 她是很想跟人分享当下的感受 她可能坐个车坐个地铁 那个感受就消散了 对 然后也可以像晶晶的老公 对不对 给她比如买礼物 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男生就是想表达自己的感受 自己的好心 但是她不知道这个方式方法 如果是一个女生因为工作的原因 接不了孩子 或者时常在家里做不了晚饭 耽误家庭 可能大家就没有那么支持 是会这样的 因为大家会默认把比如说照顾家庭 尤其是照顾孩子的责任 默认在母亲跟妻子的身上 比如说要小孩是看似是一个家庭的决定 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准备要小孩 但是很多责任最后落到了妈妈的身上 包括我看到有些朋友就是孩子哭了之后 大家下意识地会说 那个你儿子在哭了什么 比如婆婆或者是朋友都会这么说 很少有人会把这个压力 平等地指责到父亲身上